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话文史栏目 我是栏目主播悠然 创作不易 如果您觉得本栏目还不错 麻烦您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 谢谢 关羽的高傲是出了名的 对外他看不上自己的盟友 痛骂江东猪人是鼠辈 对内他欺压同僚 梅芳 富士仁等老部下选择了背叛他 刘峰 孟达选择不救他 足见关羽之傲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关羽也为他的高傲付出了代价 相反之战中关羽遭到众人的联合绞杀 就连他自己的同僚都对他的生死置之不理 最终关羽败走麦城 被俘身亡 结束了轰轰烈烈的一生 事实上 一开始的关羽并没有这么高傲 他的高傲是逐渐培养出来的 十八路诸侯逃懂时期 关羽多么低调 面对众诸侯 关羽请战前是这么说的 小将愿望斩滑雄头陷于帐下 小将这个自称是多么的低调 可以说整个三国的前期 关羽都是非常低调谦虚的 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尊重喜欢的人 那么他是何时变得高傲无比 看不起别人呢 事实上 这就要说到关羽投降曹操一事了 曹操见识过关羽的武力 所以当他击败刘备后 想要收降关羽 而关羽这人又比较重义气 不愿意彻底归顺曹操 于是曹操对关羽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曹操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的后代关羽 就是想要收复关羽 以此向天下人展示曹操的人后爱才之心 然而他的这番行为却无形中增加了关羽的傲气 让关羽觉得自己太厉害了 连曹操都对他如此敬重 在此之前 关羽还是个低调的猛将 但是进入曹营后 关羽受到了曹操的后代 不知不觉中 关羽变得自视甚高了 尤其是当展颜良 朱文丑之后 关羽更是目中无人 视天下英雄如无物 可事实上 看过原文的朋友都知道 关羽展颜良 朱文丑这里面有很多的隐情存在 并不是关羽真实实力的体现 面对自己的同僚黄中 人家的战斗力明明不逊色于他 他却嫌弃别人年老 面对自己的盟友 诸葛亮明明要求要联合东吴 要和孙权搞好关系 结果 关羽侮辱孙权 说虎女安嫁犬子 还痛骂江东诸人为蜀辈 令江东众人颜面尽失 事实上 关羽虽然武功高强 军事能力出色 但他也不是天下最强之人 就拿他被骂作蜀辈的江东众人来说 这里面就至少有三人可以教训他 一 周瑜 小说中的周瑜是一个非常善渡之人 最终竟然被诸葛亮给气死了 但是正史中的周瑜却并非如此 真实的周瑜是非常厉害的猛将 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应该是当时东吴最强的 正史中的赤笔之战根本没有诸葛亮什么事 此战基本都是周瑜指挥的 刘备大军只是个陪衬 正念击败曹操之后 刘备趁机抢夺胜利果实 选择了进攻曹军防备薄弱的金南四郡 而周瑜则选择硬刚曹军 进攻曹仁守卫的南郡 并最终击败曹仁 逼迫曹仁灰溜溜地撤出了南郡 从表面上来看 刘备集团更聪明 占据了金南四个郡 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事实上 这四个郡都是穷地方 而且战略位置不佳 远远不如周瑜占据的南郡 由此可见 周瑜的战略眼光 还是要更为强悍的 另外 周瑜正面击退了曹仁 而关羽在相反之战中 却始终无法攻破曹仁守卫的凡城 可见周瑜的军事能力 还是要略强 刘备借荆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 不过当时的荆州 其实是曹操 孙权 刘备三人 各占了一部分 所以说刘备借的荆州 其实是南郡 就是终于打下的这块地盘 南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可以以此为基地进攻一州 而诸葛亮龙中队的策略 就是占荆州 夺一州 所以说刘备想要借的南郡 为此他专门跑了一趟江东 去找孙权上议 南郡是周瑜辛辛苦苦打下来的 而且周瑜也计划着 以南郡为基地进攻一州 然后和曹操化江而至 二雄并存 在周瑜的计划中 他是要吞并刘备集团的 所以他劝孙权 趁刘备前来直接将其扣押 由周瑜去解决关羽张飞 如果真的按照周瑜的计划实施 那么刘备集团肯定就惨了 最终他们将被迫荣于东吴 关羽若是敢反抗 必定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当时的关羽虽然高傲 但是周瑜是完全能够教训关羽的 真要是按照周瑜的计划实施起来 不仅蜀汉创建不起来 刘备 关羽 张飞 这些蜀汉集团的中心人物 都会遭到囚禁或者击杀 二 甘宁 说起甘宁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猛将 当年甘宁带领百旗 夜袭曹营 那可是受到了孙权的极大褒奖的 而且还被视为童张瑶一样的存在 单说武力 甘宁肯定是不需关羽的 但是如果两人真的较量起来 甘宁应该也战胜不了关羽 不过甘宁可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猛将 他可是一员具有战略智慧的猛将 他原本是不应该作为斗将存在的 甘宁原本是益州人 因不满刘张 起兵失败 流落荆州 在皇族手下 甘宁还是不受重用 于是他辗转来到了东吴 受到了孙权的礼遇 甘宁来到东吴 向孙权献出了进攻皇族 攻取益州 然后趁机进兵益州 占据全聚长江 二分天下的策略 这一策略震惊了众人 因为整个东吴 也就只有州女鲁肃二人 有如此的大局观 甘宁一来就给了这么劲爆的战略规划 这是多么厉害的人才 遗憾的是 东吴世家大族的力量太强大了 虽然孙权不断打击这些大族 但是他也不得不做出部分妥协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底层出身的甘宁 根本不可能混到上层的位置 他只能不断地在别人手下效力 充当战场斗将 不过即便如此 甘宁也在和关宇的一次交锋中 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军事能力 当时孙权见刘备攻下了一周 于是让刘备把南郡还给他 刘备不答应 于是孙权命人进攻刘备的地盘 见孙权动兵 关宇率领三万军队去和东吴较量 鲁肃得到关宇要渡河袭击吴军的计划 和手下商议如何应对 这时甘宁自告奋勇 说自己只要八百人便可以阻挡关宇 鲁肃不进 结果这事还真的被甘宁扮成了 关宇听说 甘宁带兵前来 直接放弃了渡河进兵的打算 选择了安营扎寨 互相对峙 甘宁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军事能力极强 战略眼光深远 他的实力丝毫不输于关宇 甚至某种程度来说 甘宁的战略眼光军事能力比关宇还强 他是完全可以教训关宇的 三 太史词 东吴第一猛将 但是太史词的战绩 相对于那些超级猛将来说 相差太多 他只有单挑孙策张辽这两次战绩 评价孙策只能参考太史词 而评定太史词却只能参考张辽 而评定张辽则只能参考张和 他们几个就是一个档次的 相差微乎其微 而张和在赵云马超面前 表现得有些弱 此外 在北海之战时 太史词最初并没有单挑管害 而是跑到平原县求助 等刘备三兄弟赶到 管害诺战时 太史词想要出马 但关宇对他可能没有信心 就拍马早出 数十和之后将管害斩于马下 而在徐州时 关宇曾夸赞过张辽的武艺 说张辽武艺不下于关宇 可见张辽相比于关宇 很可能差不了多少 既然张辽能勉强和关宇打个平手 那太史词自然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太史词最多也就是能和关宇打平 根本无法做到击败关宇 但是凭借太史词的能力 杀杀关宇的威风 教训一下关宇还是可以的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